好 OK 來我們看一下下面這一題 那這個題目是反過來問你的 好 跟上面題目有什麼不一樣呢 我們看一下 我讓你看一下這一題 你就知道我在講什麼了 好 你看這一題 這個第三題這一題 這個題目是求說這個Sigma把它展開之後 結果是什麼嘛 對不對 他要去判斷 有沒有 那這個很簡單 淡進去就可以了 那可是這一題 第七題呢 法定器師問什麼 他是問說 請問 這個結果是哪個Sigma 他剛好反過來問你對不對 就是英國剛好偏大 他就跟你說 要跟你說 原來這個式子裡面 經過合併之後呢 變成Sigma 怎樣的式子呢 好 那如果你不會的話 其實很簡單 你可以判斷 比如像這個地方 這個 你就把這個7 開始帶進去 數到五十一開始 好 如果你帶7的話 下一個呢 是不是8 因為7數完數八嘛 對不對 可是這裡面有沒有8 沒有 如果看這邊 8 數字的話 你就會把它刪掉 好 這裡呢 你來 7 代 2 K 代 5 那這5加2就是7 下一個呢 變 6 6加2 8 不然沒有8 你有8 這不是我要的 這樣懂嗎 判斷方法很簡單 你帶進去就可以了 那這裡的話呢 誒 看點機會還蠻高的 3乘以2加1 那就是7 再來帶4 4乘以2加1 9 對不對 誒 這個都完全組合嘛 而且其實事實上我可以告訴你 你順便可以把它記一下 旁邊把它寫下去 就是 激數的通識啊 就是 激整數的通識啊 通常有兩個寫法 一個是2K-1 或者是 2K-1 像這種式子的話 都是屬於什麼 激數的那個寫法 OK 那如果是偶數的話呢 你可以順便把它記一下 如果是偶數的通識的話 就直接就是2K 這樣子 會啦 所以 你可以看得出來 2K-1 跟2K-1 其實都是屬於激數 對不對 沒錯吧 好 那現在問題啊 我要選哪一個呢 原因就看最後那個數字 因為如果你這裡選擇是2K-1 2K-1的話 你把那個2數帶進去 2乘以25加1 分別成了 51 A 是跟上面完全一模一樣的 所以答案 C是正確的 會啦 那支部可不可以 我們看一下 如果你帶4的話 2乘以4-1 也是7 頭是對的對不對 這個頭是對的 那你帶 如果你還不太確定的話 你帶的數字代理 2乘以5-1就是9 所以這個也正確 好 看最後一個 2乘以26-1是多少 2乘以26是52 5乘以1 5乘以1 51 欸也對嘛 所以這個也正確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 從這個題目看得出來說 我要寫成一個sigma的話 寫法式又有很多種 那 這點可為什麼會一樣的原因 就是因為 我前面的K的數字 其實不是不一樣的 如果你寫成2K-1的話 你就從3開始寫 如果你寫成2K-1的話呢 你就從4開始寫 這樣懂嗎 好 那這個可不可以 我試看看 如果你K-1的話呢 也是7 對不對 K-2 2乘以2加5 9 也可以喔 對不對 沒錯啦 好 最後一個 2乘以23 46 46 46 加5 也是51 所以降寫也可以 所以答案是C-1 好 C-1 好 那這個題目主要告訴你 是說 我們如果要寫成Sigma 那個寫法的話呢 有很多種 那 現在會有一個問題是說 老師那幹嘛我們要寫這個技巧 原因就是因為 有一些題目 會根據我們的那個數字 我的意思是說 根據我後面這個地方 我的那個寫法 會讓前面的K呢 會跟著怎樣 改變 那 我就想喔 有沒有可能題目 剛好呢 我希望兩個Sigma 合在一起 有啊 如果我希望兩個Sigma 合在一起的話 那不就是 我必須要前面那個K的數字 數數有沒有 應該一致 聽懂啊 所以有些題目 比較特別的話 就是要利用這種技巧 就是 我為了要讓K的數字 其實只是一致的 所以變成後面會跟著做轉換 所以我寫成這樣子也可以 寫這樣也可以 寫這樣也可以 那要用哪一個呢 就在題目怎麼輸 那就以這個題目來講的話 我的經驗法則 1的最激的最高 為什麼 因為他都從1開始數 因為這樣代公司最好代的 像這邊 如果你代2K加1 你看到這邊數 3到25的話 欸 你要算出來 3 我們公司裡面是沒有從3開始數的 我們都一律從1到2嘛 對不對 你才能代公司 所以反而是這個才比較常用大 這樣子 回來齁 OK 爸爸記一下 爸爸記一下 為了 然後 那 請 atm 現在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